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呢 欸 你看 我們還有要談能源嗎 應該沒有 你要嗎 因為現在已經44分了 我覺得你應該可以講一點 我能源先補一下下 補一下下 就把這個惡物的東西給解決 差不多 因為能源呢 其實也沒什麼好講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以前也都講過了 這是一個大局嘛 對吧 就是普丁說 你看如果要買天然氣的話 就用盧布來結算 然後呢 那西方的國家呢 就講說不要 就是G7國家說不要 你當成違背契約精神 違約罰錢 對 然後俄羅斯都說 我管你的 對吧 俄羅斯都說管你的 你不用盧布的話 那你看就是明天 明天就揭曉了 就給你斷氣 明天就揭曉了 那西方還講什麼契約精神 也是挺可笑的 因為西方可以直接 沒收俄羅斯普通老百姓 富翁的資產 哪來的契約精神 對吧 所以呢 這個就是你能做初一別人 當然也能夠做十五 所以戰爭本來就是這麼無情 面對西方國家就說 你看俄羅斯 你怎麼可以這個樣子 不講道義啊 我覺得那俄羅斯也覺得 你們不講道義 這戰爭就是這樣啊 這哪有什麼呢 就好像游泳比賽賽跑一樣 還不是你做什麼 他做什麼 實神經典台詞 所以這個能源方面就是如此 關鍵在哪裡呢 是歐洲因為能源仰賴俄羅斯 那安全方面仰賴美國 在這一次事件過後 可以很明顯看出 是美國的重大得力 那就是未來歐洲的天然氣 也必須要仰賴美國 安全也要仰賴美國 所以這對歐洲來說 是重大影響 那這也是美國主要 要在這一次俄物挑釋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呢 裂解了歐洲跟俄羅斯之間的 能源關係和鏈結 然後呢 要讓歐洲大量的跟美國來購買天然氣 增加歐洲對美國的依賴 美國一來又能夠賺到錢 二來又能夠在政治上 發揮自己的影響力 第三 未來呢如果歐洲不聽話 那換美國斷你天然氣 更加的掌握歐洲 那這件事情我們大概在 第二次還第三次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差不多了 第二次吧 對其實就已經講得差不多了 那麼現在美國都說 哎呀沒關係 你歐洲不要怕 對吧這個美國 我們可以提供你150億的這個什麼 好多 這個液化天然氣 立方米 立方米的天然氣 好感覺很多 對好多啊 150億耶 對但歐洲一年從俄羅斯進口的是1700億 蛤 對啊所以美國 美國提供了不到十分之一 沒啥用 好那美國就是找一些其他中東國家啊 對吧 找這個沙烏地阿拉伯啊 那你也可以賣給這個歐洲啊 還有產油國嘛 對啊產油國 共體時間啊幫幫忙啊 對啊共體時間幫幫忙 沙烏地阿拉伯說 那我callin 那為什麼 哎呦我的油本來要賣給別人啊 那別人還是要啊 簽約都簽了啊 對啊 我哪裡怎麼可能突然多出這麼一大塊 然後來彌補俄羅斯的這個空缺 這不可能的事情嘛 好 那所以關鍵就在看說 那到底明天過後 到底會咋辦 雖然呢 這個德國他講的說 我們都是建議 大家不要去用蘆布去購買 因為實際上不是政府購買嘛 是企業去購買 但企業會不會去用蘆布購買呢 那企業他可能就還是需要拿到天然氣啊 是建議啦 建議你不要 建議不要 建議不要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去強制 那再來一個就是 所以我們看到就蘆布的匯率啊 你看又大幅升值啊 對吧 那就跟戰 差不多要恢復到戰爭之前的狀態 現在大約是87 一美元兌換87塊的蘆布 戰爭之前呢 是一美元兌換77塊的蘆布 那麼在先前制裁最激烈的時候 是一美元兌換155的蘆布 所以呢你看 就普丁這一招下去 蘆布立刻升值 那西方制裁了個寂寞 制裁了個寂寞 制裁了個寂寞 對啊 你制裁了啥呢 蘆布馬上就升了 好另外一個可以觀察的呢 是俄羅斯跟印度 不是有要買能源嗎 要賣能源啊 後來說話我們先前也講過啊 對對對 那麼採用的貨幣是什麼呢 不是美元對吧 我們說這也是在去美元化 俄羅斯說 印度你如果要跟我俄羅斯 買石油天然氣的話 你可以用歐元來付款 這就很特別喔 你可以用歐元來付款 然後那現在 那等於說什麼 等於說 那歐洲呢 他也想要蘆布 歐洲要蘆布對吧 剛好印度方面呢 有歐元 所以雙方就可以交換 哦 嗯 就是我付錢 對 雙方 所以其實呢你看 俄羅 說歐洲要蘆布 歐洲就不要那麼多歐元 欸 印度剛好就要這些歐元對吧 所以印度呢 就可以把這些歐元呢 幹嘛給俄羅斯 然後呢 俄羅斯呢幹嘛 然後這個歐洲呢幹嘛 他要蘆布 他不要歐元 俄羅斯呢他不要歐元 他要蘆布 所以呢雙方就可以互換 那就在這個過程當中啊 轉圈圈怎麼沒有美國呢 去美元化啊 哦 那在過程當中 就是蘆布的地位就被抬升了 對吧 所以對於俄羅斯來說 他也會覺得說 這個你看歐盟啊 我也不是沒有給你歐元機會啊 為什麼呢 因為反正印度現在 跟我要的是歐元啊 我跟他要的是歐元 所以印度會跟你買歐元啊 那你歐元 你就可以賣給印度啊 那幹嘛呢 那你賣的這個錢 你一樣就可以拿來跟我買蘆布啊 所以呢 對俄羅斯來說 我還挺照顧你歐盟的耶 我挺照顧你歐盟的耶 你就拿蘆布 你真的跟我買蘆布就好啦 對吧 那我能源一樣給你啊 誰叫你們要制裁我 所以當然啦 就整個的能源問題上 我們就還是很好奇 到底明天過後呢 這個西方的這些能源 到底如何來跟俄羅斯 他會不會真的就把它卡住 不付錢我就卡住這樣 那當然啦 就台灣也跟俄羅斯有買天然氣嘛 沒有啊 沒話說我們現在經濟 什麼約都到齊了 沒有要買啦 對沒有要繼續買 我們就跟美國買 所以台灣要跟美國買天然氣 然後價格大概貴兩倍吧 我今天看到是五倍 貴五倍啊 我今天看到一個海運貴五倍 海運貴五倍 就只會更貴啊 所以你看這傻傻的啊 如果台灣當初跟俄羅斯講 台灣不要那麼盲目的說 啊我們這個制裁俄羅斯啊 實際上你啥也沒制裁到 你制裁到你自己 對吧 那俄羅斯搞不好說 喔台灣挺好啊 就中立啊 沒有制裁我幹嘛 賣給天然氣打折 就像印度一樣打折 那是不是台灣 這個那我們就可以少花一點錢 不會算了 我們台灣就算少花的錢 也都被民進黨給A走了 所以呢 你看就是台灣到目前為止 這也是一個受到損失的地方 那因此我們可以發現 你看接下來其實 不論是在能源也好 或在戰事也好 因為我認為啊 能夠預測的或未來的走向 大概就已經差不多了 就除非會有一些什麼 戰事上特別大的變動 比如說俄羅斯在國內 像我們剛剛所說的 改變了它的一些整個的體制 或者呢在戰場上 它使用了 真的使用到了核子相關的武器 對或者是有一些其他變動 否則應該 或者是波蘭方面 可能會有什麼變動 比如說因為波蘭一直鼓吹啊 北約要出兵 這個觀察先前沒有講 波蘭鼓吹北約要出兵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一方面波蘭 他已經接受到了很多的難民 二方面波蘭在歷史上 曾經他的土地 一部分被瓜分給烏克蘭 所以波蘭會不會想要 藉著出兵烏克蘭的這個機會 然後呢 從而佔領烏克蘭的一部分的土地 他也想要烏西啊 對啊 他也想要一點點 他要把他歷史上的國土拿回來啊 否則波蘭幹嘛要 平平鼓動北約出兵 他能夠拿到什麼好處 一方面看 你們的老百姓都往我這裡來的 我拿你們一點土地不過分吧 對吧 所以波蘭也會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所以這一些幾個變動因素啊 就如果沒什麼太大變動 如果都不會發生的話 那麼未來就比較可能會是 像我們所判斷的那個樣子 所以接下來呢 我是覺得也沒什麼好在當 惡巫戰爭啦 一方面大家也不太關注 二方面大概大局會是 往這個方向上去做維持 那就看我的判斷準不準 那我當然是希望是準的 我也希望不準 我也希望不準 為什麼呢 因為如同我們在第一次的節目就說了 如果這一場戰事 最後是俄羅斯輸了 美國贏了 那對台灣是不利的 對全球都是不利的 所以我還是希望我的這個判斷 能夠不準 所以我們就來談到 中國大陸這方面它到底要如何如何著手 所以大陸的明天又是明天 明天明天又是明天 明天要在安徽的屯溪 對屯溪 屯溪舉辦這個會議 你看為什麼要在屯溪 為什麼 哎呀你看中國文字博大今生啊 怎麼了怎麼了 你看屯就是聚集嘛 對屯溪 匯聚溪流 匯聚小河 中成汪洋大海 對吧 所以我們就找這些中東的國家 雖然我們都是一些小溪流 但是我們團結力量大 哦這個意思 我猜啦 哈哈哈哈 這個意思啊 我猜啦 你看以前每一次大陸搞一些外長會議什麼的 他們選的地名都是很有特別的意思 你看搞這東盟會議呢 就在南平對吧 南方平安 或者平定南方 都有個特別的意思 那麼這一次有幾個重要的看點 第一個當然是俄羅斯的外長拉夫羅夫 然後呢要來到這個安徽 那這就是最大的一個看點 那為啥呢 就是中俄碰面本身呢 釋放出了很強烈的訊號 就是啥 就是中俄之間的戰略夥伴 什麼全面協作關係呢 沒有因為美方的挑撥分化而有所動搖 你看 快聲歡迎羅斯來啊 我們咱們一起談 那談啥呢 談啥呢 第二個就是說 談的是阿富汗的事情 你看 而且是最新的哦 你看 因為在昨天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先找阿富汗的幾個鄰國來 對 最新的狀態就是說 我們也會請阿富汗來 開兩場會 開兩場會 一場呢 是大陸先跟阿富汗的鄰國談 談完之後呢 再開第二場 是加上阿富汗一起談 對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很簡單嘛 對於未來阿富汗的走向跟安排呢 我們自己先有一些共識 比如說我們確保 是不是塔利班的政權穩固 是不是希望未來塔利班政權要更加的世俗化 確保呢 那他未來的這個執政 不要再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 然後或者是呢 對於女性的性別待遇 要能夠更加的提升 以及周邊的關係如何處理 我們大概都先談完了之後呢 那再跟阿富汗商量一下 你阿塔利班你覺得怎樣 你覺得很好 咱就辦 那麼這個所謂阿富汗的會議啊 其實已經是進行第三次了 在去年的時候進行過兩次 那搞笑的是呢 其中有一次印度想要主辦 結果呢沒人去 怎麼會這樣 沒人要鳥印度啊 真可憐啊 奇怪呢 但是呢沒關係 現在印度至少沒有站在美國一方 我也就不要太笑他 就至少還有點良心 那麼在這個會談當中呢 很重要的是 為什麼這個時候要突然談阿富汗 為什麼早不談晚不談 要在這個惡屋的背景之下來談呢 當然關鍵是 自從美軍撤離阿富汗以後啊 那美方其實還是一直希望 希望在中東能夠有自己的勢力 要在阿富汗周邊要建立軍事基地 要施加影響力 對於未來的阿富汗呢 就美國有自己的一套劇本 有自己的方案 俄羅斯也有自己的方案 那麼現在很顯然的 雙方都顧不上啊 對吧 美方沒有辦法再去管阿富汗的事情 俄羅斯也插手不上阿富汗的事情 所以呢 嘿 大陸出手 大陸呢幹嘛 大陸王毅去跟阿富汗的會面啊 就前幾天王毅出訪 那一方面也是凸顯 哎 第一個就是說 你看美國都專門來阿富汗搞破壞 大陸就可以來這邊專門搞建設 搞這個經濟啊 投資啊什麼的 是一個和平的象徵 發展的象徵 那第二個關鍵啊就是說 哎 大陸出手幹嘛呢 把美方的勢力啊擠出中東 哦 確實啦 那個時候他在撤退的時候 有人說有部分的勢力 其實還是留在阿富汗的 對 沒有完全走 對 那俄羅斯插手不上啊 那怎麼辦 沒關係 大陸來幹嘛呢 我們搭個平台 是吧 大家談一談 那相信俄羅斯啊心領神會 就是打從這個王毅出訪阿富汗 俄羅斯肯定就知道 哎 大陸這時候去阿富汗幹嘛呢 哦 就是咱們可以聯手 幹嘛 把美國的勢力趕出去 哥先去那邊處理一下 對對對 把美國的勢力趕出去 所以俄羅斯外長這次來到大陸 我們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未來阿富汗的這一塊 這些鄰國外長共同開會 那就等於說 這些阿富汗未來的決定跟走向 這跟美國無關了 對吧 這我們自己談啊 你看大陸俄羅斯 以及中東阿富汗的鄰國 談一談談好了之後 關你美國啥事啊 美國滾 那這個時候幹嘛呢 這都是就是希望說 在這一次俄烏的這個大背景之下 要讓美國也要幹嘛 也要讓它不那麼好過 還讓美國又覺得說 嘿 我這邊正在搞俄烏啊 然後這個忙得焦頭爛額的時候 你們怎麼又搞一個阿富汗的事情出來了呢 是吧 讓美國倍多利分 那當然啦 最後的狀況是什麼呢 應該是這方面 中東的方面是能夠順利成功 把美國的勢力給趕出去 所以美國幹嘛 未來它一定還是會 如同我們前面所述 它就會加大了在這個 東南沿海在印太地區 加強對中國大陸的圍堵跟遏制 所以像我們前面所述 所以南海什麼都來了 你看侯半賢預測的 觀音大勢收服大鵬鳥 大鵬鳥 今年一定會上映 今年在南海肯定還有事 還有事 對 不過其實 他剛剛在講到美國 其實這一次 這個中國外交部呢 他們也是有特別找了 他們會再舉行一場會議 是中美俄Plus 就是會請中方的代表 美國的代表 俄羅斯的代表 跟巴基斯坦 三國的阿富汗問題特別代表 來出席 來對阿富汗問題有影響的國家 都希望呢 透過這次的會議 來統合一下大家的意見 怎麼樣讓阿富汗呢 實施真正的和平穩定發展 但不管怎麼樣啦 在這一次的這個訪問當中 有特別問到了王毅說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呢 會來處理像這樣子的一個 南亞的議題 那他其實也有講到 他就說南亞的問題 就應該由這邊的國家自己來解決 這句話其實也就是講的 比較白了一點 其實就呼應了剛剛漢婷說的 是不是在這個時間點上 俄烏問題正在發生 那大家認為這個南亞這邊的問題呢 南亞也應該要自己解決 俄烏的問題也應該要俄烏自己解決 那旁人就不要說太多話了 好不過呢 我們在現在是已經11點59分 來最後一點點時間 今天在台灣我們自己的一些快訊 有一件事情呢 因為你是台北市議員嘛 所以還是請教一下 有關於疫情 因為你們的市長唱歌沒戴口罩 啊不是都一直在笑人家說 他是專業人員 怎麼會犯這麼低的錯誤呢 還被拍到 然後呢現在 在我們的台灣現在講說 這個OMCRAN 因為傳播速度很快啊 那這個BA2呢 在韓國啦 在美國啦 都是造成大流行的這個元凶 所以就認為說 我們以前的標準 跟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呢 以前說這個狀況要升級 嗯no no no 現在如果按照以前的標準的話 整天都在升級了 日子過不下去 所以我們的狀況 升級標準一直在改變 但是你也會讓人家覺得說 民進黨說的算了喔 原因是因為民進黨籍的市長呢 這因為跟確診者 有過比較近距離的接觸 然後隔離有的時候可以三天 有的時候可以十天 好像都是他們講的算 到底民眾接下來 面對這個防疫這場仗 中央協調好了沒有 中央講好了沒有 還是說就是目前呢 大家對於疫情呢 關心度不大 關心度真的不大 不僅不如什麼台灣麵包冠軍 或者是那個星巴克的優惠 是連俄烏的這個關心程度 都比不上 是 大家都不是很關心 因為覺得不嚴重 也大部分都是輕症狀 所以目前呢 我們所看到的各種跟疫情啊 或者是 我相信這個在座線上的朋友 應該也是啊 就如果你覺得有像去年 那麼嚴重嗎 因為大家已經經歷過 最嚴重的時期了 是啦 可是問題是 譬如說像我們這種基隆人 基隆的鄉親就會覺得說 這一次怎麼會這麼燒這樣子 對 但是很緊張 有要開始要戴那個面罩嗎 沒有啊 就是大家已經經歷過 最嚴重的時期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就會覺得說好像還好 那麼實際上嚴不嚴重呢 因為這一次的這所謂的 Omicron的新的這個B2 它也是輕症狀跟無症狀為主 那所以就是對大家的 這個健康的影響就是還好 但是打針嘛 大家還是去打針 當然還是要打疫苗 因為有打完疫苗的話 你當然的重症的比率會降低 不過對於年輕人 目前的研究來說 真的是還好 就是年輕人 據英國的研究 在60歲以下的人 就算沒打疫苗 然後呢致死率 就是也不到0.1% 就是很低很低 那當然你有打疫苗的話 那當然就是更低 那可是65歲以上的話 那當然就是你打的 越多疫苗越好 就是兩劑到三劑的話 當然是越好 所以在這邊還是鼓勵說 長者還是盡量要打疫苗 但是也不能打疫苗 唱歌就不戴口罩 唱歌戴口罩這件事情 這就是民進黨說了算了 實際上什麼規定 也都是民進黨說了算 你看這個林佑昌 就只要隔離三天平常對吧 那先前那個 為什麼高雄的牛排店 他就整棟都要封 然後14天都不能夠做生意 平常那民進黨就沒有標準 所以我也非常感謝 陳時中不斷的在創造雙標 因為我現在呢正在寫書 正在寫一本 逆時中的書 那我們想 你確定他會選你們那邊嗎 他不選我也可以出啊 他不選我也可以出 陳建仁來我書裡面 也會罵陳建仁啊 也會罵陳建仁 我就罵民進黨啊 蘇聯有就是把這民進黨 從2020年以來的這些亂象 尤其集中在防疫這一塊 就如何的亂七八糟 雙標啦 以及控制媒體啊 封殺言論自由啦 等等的這一系列的 惡行惡狀 通通都記載上去 那先請教大家 願意購買 麻煩留言加一 願意購買 麻煩留言加一 目前在線1078位朋友 看到了善立飛 還有Chris Singh 還有賢雲 還有Calvin Singh 以及Aaron 還有黎彩晶 黃泉銘 好 大家願意幫他買一本的 幫他加一好嗎 何鮮鮮說漢庭很棒 好 哈哈 就跟感冒一樣 要塞什麼 嗯 可是問題是 對於身體啦 如果說是老人家 或小朋友 這沒有打針的話 是真的要小心喔 要特別注意 所以長者其實如果有打完 到兩劑疫苗的話 就相對比較 相對保護力會好一點 相對保護力比較安全啦 那不過呢 就是說整體疫情來看 因為 環境還在說 我們這所謂的 境外的移入相關的 那到底還有沒有把控好 那麼你是否在境外的移入方面 是否應該要更加的謹慎的隔離 還是要恢復到本來的時間 因為現在是又更加的縮短啦 所以其實呢 這該隔離的還是要做好 但還是在於說 只要長者的疫苗覆蓋率 達到一定比例的話 應該就要採取開放了啦 而這個開放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沒辦法 因為做不到清零 因為沒辦法 因為無能做到清零 就只好選擇開放 我們篩也篩不到那麼多啊 對啊 而且大家又不願意篩 所以搞不好篩的話 因為很多無症狀 搞不好篩可以篩住很多耶 像大陸現在所謂的 哎呀幾個地方變得很嚴重 上海啊 對上海變得很嚴重 但其實幾乎半數以上 都是無症狀 然後八成都是輕 九成都是輕症 對 那很多無症狀的人就說 那我就沒事啊 那隔離幹嘛呢 隔離幹嘛 可是你看 他們還是一樣是 大規模的篩檢 才篩得到無症狀 那台灣會不會 就其實也是無症狀 只是你沒有篩而已啊 因為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 所以我認為在當前的情況 就是只要當 確實證明了這個病毒 它是屬於輕症狀的 或者是無症狀的話 那麼自然而然 大家應該就可以放鬆 以及鬆懈 對這個病毒的這些警戒 開始逐漸回歸到 正常的生活當中 這應該是必須的 因為畢竟經濟的復甦是必要的 那除非說這病毒 它有什麼樣的一些變異 那可能是未來的一些情況 所以也關鍵的 就在於說陳時中 對吧 他要趕快去投入選舉 他不想再搞防疫 他就想要趕快的解封 他就可以跑去選舉了 那我們認為啊 陳時中呢 你就不要想著要選舉 因為你心心念念要選舉 你的防疫就越做不好 對吧 那總會事與願違 你就趕快就把防疫給弄好 趕緊弄好 你才能夠趕快去選舉 你越想著選舉 防疫就越不好 那你就越沒有辦法去選舉 水塵生成機 可以及時補充抗菌液 而且三分鐘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塵 一瓶電解液 可以生成兩百公升的水塵 與病毒還有細菌作用還原成水 所以是不沾害環境的 一天使用兩百次也沒有問題 可以上快點購下單購買